前龙爱飞墓被打开 不像他父亲雍正那样来得十分的辛苦 早在他少年时候就已经被确立为未来的继承人 尽管如此 发生在前龙身上的故事还是很多 如今的很多清宫剧以及宫斗剧 都是以前龙时期为蓝本 前龙帝是在雍正病史之后登基为帝 其年二十五岁 正是英气勃发的时刻 他一生在皇帝宝座上 共待了六十多年 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皇帝 在其统治期间 前龙先后大小金川 准嘎尔达瓦齐布 准嘎尔阿穆尔撒纳 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以及多次边境战争 巩固了中原王朝的地位 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同时大力发展经济 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 在其统治的盛年时期 康乾盛时达到了顶峰状态 而他在进入晚年之后 贪狐享受 任用和珅等大贪官 并且前后六次下江南 导致清王朝盛结而衰 到他去世的时候 国家已经是破败不堪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乾隆在死后 就被盪到了清东陵的御陵 由于在清王朝灭亡之后 盗贼和军阀 多次对于清王室的皇陵进行盗决 所以破坏极大 前些年 为了对清东陵进行保护 政府组织了一大批专家 前往这里进行保护性挖掘 就发现了乾隆一个皇后的墓穴 从而揭秘了清朝皇室里面的一个丑闻 而这个丑闻 却被乾隆也所掩饰 展开全文举陵 虽然是乾隆帝的陵墓 但是 在这个陵墓附近 还埋藏着他的一些妃嫔 如淳慧皇贵妃 就被埋在不远的地方 除了淳慧皇贵妃之外 还埋藏一个女人 她就是皇后乌拉纳拉氏 淳慧皇贵妃苏家世是乾隆的第一位贵妃 早在康熙当皇帝 乾隆当太子的时候 就嫁给乾隆了 也是乾 隆最疼爱的女人之一 不过 淳慧皇贵妃苏家世寿命不长 英年早逝 她的死 给乾隆爷带去了许多的悲伤 在淳慧皇贵妃死后 乌拉纳拉氏就成为了乾隆的第二任皇后 这个皇后的故事比较多 在青石岗后妃记载 乌拉纳拉氏 左领纳尔不女 后世高宗前邸 为侧氏附近 乾隆二年 封贤妃 十年 敬贵妃 孝贤皇后崩 敬皇贵妃 设六宫氏 十五年 策为皇后 三十年 从上南巡 至杭州 武上旨 后剑罩 上亦不义 令后先还惊师 之后不久 乌拉纳拉氏就孕而终了 死后的乌拉纳拉氏 按照皇贵妃的礼仪安葬了她 乾隆由于连续死了两任皇后 就不想要再立皇后了 她在写给大臣们的手语时 这样写道 纳拉氏本镇清宫时 皇考所赐测试附近 孝贤皇后崩后 循序禁皇贵妃 月三年 立为后 其后自获过千 朕幽荣如故 国俗既简发 而竟悍然不顾 朕有包含步行废事 后已并空 指令简其遗恩 并未消息为耗 朕处此人之意尽 狂自使不负激励皇后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乾隆帝对于乌拉纳拉氏还是很有意见的 她觉得自己在皇后纯贵妃死后 就循序 让乌拉纳拉氏成为了皇后 这已经很对得起她了 然而乌拉纳拉氏却不自重 不守规矩 乱剪头发 即便是这样 乾隆帝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责罚 在他死后还按照皇后的礼仪 埋葬了乌拉纳拉氏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人之意尽了 只是乾隆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祖先在强推剃大令的时候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现在却因为自己的皇后剪自己的头发 就冷落和废除了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双标呢 难怪这件事情会被后世人当作满清王室里面的一大丑闻 皇帝与皇后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一对夫妻 牵涉到了太多的利益方 不管怎么处理都会落人口时 乾隆在处理乌拉纳拉 是的做法大家认同吗 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 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吧 参考文献 清史稿后非 清东陵史画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粉丝